大家好 欢迎来到阿汤的历史世界 创作不易 感谢大家支持 马六甲海峡仅次于英吉利海峡 属于国际最繁忙海之一 是国际海上贸易重要组成部分 所有的货物流通几乎都要经过马六甲海峡 它的运输量是苏伊士运河的三倍 比巴拿马运河整整多出五倍 被称为世界第一海峡 拥有一千多公里长马六甲海峡 占据世界四分之一贸易流量 沿岸的国家马来西亚和印尼为什么没有繁荣起来 而拐角处的新加一跃成为世界第一中转战 人均GDP常年位居世界前列 新加坡究竟有何故人之处呢 新加坡由60多个岛屿组成 占地面积为724.4平方公里 介于崇明岛和中舟山岛之间 其中舟山岛约占香港的三分之二 夹缝之间的新加坡位于马六甲海峡东南部 与马来西亚各海峡相望 新加坡港口地势显耀 货物力量密集 主要常在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的船只 经过不断的发展 新加坡在经济 政治 文化及交通等方面 都取得长足的稳定 成为国际著名转运港 随着国际航运的发展和土地陆续被开垦 新加坡面积不断增加 计划到2030年国土面积达到766平方公里 随着土地资源的发展以及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 也让新加坡的发展较比马来西亚和印尼优势更加明显 印尼人口集中在爪哇岛 爪哇岛面积仅占印尼7.3% 占全国55% 但人口分布南北两端 后因道路狭窄运输困难来往减少 东西向走势的平原也促进了东西方向的经济交流 这种较少的交通阻碍促进了全岛经济文化的交流和整合 马流甲海峡是西北东南走向的海峡 而印尼贴着马流甲海峡 西侧的印尼苏门海岸礁石林立海水太浅 根本无法满足大型船只停靠 棉兰地区的港口的货物流向很大 但也仅满足苏门达腊岛的需求 新加坡的另一边印尼料内群岛 是一个珊瑚较多海水浅的区域 由于先天不占地理优势 所以印尼人靠不起海洋 只能遥望羡慕马来西亚和新加坡 殖民时代初期 英国在马流甲海峡 槟榔与海峡修建了三个港口 统称为海峡殖民地 槟城在古代被称为槟榔与 是马来西亚最大的岛屿 1826年 槟城作为英国海峡殖民地的首都 随后淘金热席卷整个欧洲 吸引了大批想要发财的人 原本单调的城市变得异常热闹 至此 槟城带来了一段时间的繁荣 顺着英国向远东的扩张 位于加尔哥达到香港的中部 地理优越的新加坡 顺理成章成为国际中转站 后来 海峡殖民地的首都也牵制新加坡 槟城一下子落寞很多 槟榔与失去了 马流甲海峡的核心地位 此时 新加坡已经脱离了马来西亚 新加坡人一心谋求发展 马来西亚把首都吉隆坡 作为首要发展城市 槟榔与最多能拿马来西亚第二 马来西亚发展槟榔与的战略 似乎是一个实测 它将通过发展电子制造 在马来西亚建立一个硅谷 而不是航运中心 槟城位于马来西亚的西北部 是马来西亚的第三大城市 与美丽的苏门达拉岛相对 主要依靠工业和旅游业 后来由于种种原因 部分华人离开槟榔鱼 前往新加坡等地寻求发展 人口转移与人才流失 使得槟榔鱼与新加坡的差距越来越大 不仅如此 槟城地理位置与土地面积都不占优势 槟榔鱼面积295平方公里 只有新加坡的40%左右 是槟榔鱼港口的一个限制 就航道而言 槟榔鱼所在的马流甲海峡有点宽 所以槟榔鱼不是必须的地方 鲜少有船只停留 海峡殖民还有一个马流甲陆地 郑和下西洋史曾再次停留 现在还保留着当时修建的城墙 栅栏 鼓楼 炮塔 并在仓库存放货币和粮食百货 马流甲建有郑和纪念馆 如五级国 三宝寺和李航宝井 如今马流甲华人众多 占总人口的40% 这也得益于明朝的海军 马来西亚与印尼苏门达拉岛相比 主要人口集中于马来半岛 向外辐射可致中南半岛其他国家 所以货物整体消耗比较大 马来西亚靠近马六甲海峡 地理位置比印尼有优势 但是新加坡所处位置 比马来西亚港口更有优势 此外 新加坡最明显的优势就是华人多 新加坡华人占总人口的76% 日常用语以汉语为主 留学生家长正是看中新加坡的语种 避免沟通障碍 更便于生活和居住 并且新加坡曾受到英国殖民统治 受英国影响将教学官方语言定位英语 具备良好的英语语言学习环境 全英文教学对于孩子接受 学习英语产生良好的影响 有助于孩子提升英语口语 其次 新加坡极其重视教育 注重培养孩子个人兴趣与学习兴趣 旨在提升自主学习能力 激发孩子学习热情 让孩子得志体美劳 全面发展 新加坡为谋求发展吸纳人才 对于留学生敞开了大门 特别是优秀学生 门槛也自然降低 国内学生报考新加坡私立学院的成功率 高达99% 因此很多家长都放心将孩子 送到新加坡留学 也更容易获得留学文凭 除了良好的学习环境 雄厚的师资力量 降低落学门槛等 新加坡还将助学 纳财落到实处 解决备受父母困扰的经济问题 只要申请新加坡三所公立学校 便可以向新加坡政府申请60%的助学补助 特殊专业 政府补助也更高 格外优秀的学生 甚至可以拿到80%的助学金 每年只需付学费即可 这样又会政策 对于想要出国的学生而言 极具诱惑力 只要完成学业 顺利拿到毕业证书 回国后便是海归了 当然 也可以选择留在新加坡 新加坡政府注重人才 规定凡商科本科级以上学历的留学生 更容易获得工作机会 还可以申请新加坡永久居留权 同时享受新加坡助学金的学生 在毕业后需到新加坡注册的公司 名下工作三年 期间享受正式员工的同等薪资及待遇 新加坡政府切实解决留学生就业问题 同时吸引了大批中国人到新加坡留学扎根 2018年 新加坡人口增长至554万 华人约占74% 随着国内人口的流入 虽然新加坡的官方语言是英语 但是汉语的使用频率更高 中文被广泛使用 新加坡迎来了新一轮的发展 很快经济水平远超一般国家 与东南亚国家相比更有优势 新加坡没有石油 但由世界上最先进的炼油厂 所以新加坡的原油大部分从波斯湾进口 极少部分在新加坡冶炼 新加坡的弹丸之地不仅仅是填海造地 还利用地下面积建造大型的储备油库 存放足够在新加坡使用一个月 2008年 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 金融 贸易 制造业 旅游业等多个行业受到冲击 政府不得不对经济政策做出新轮调整 加强金融市场监管力度 坚决维护金融市场稳定 增强投资者自信心 逐步降低通货膨胀 花园城市新加坡流传神光 这里风景优美 气候宜人 环境舒适 吸引了大批慕名而来的观光客 主要流动人群是游客 促进消费 拉动经济增长 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 新加坡旅游局数据显示的 2018年张仪机场旅客流动量达6563万人 接近其人口数量的10倍 相当于每个新加坡人每年往返6次 新加坡的网络枢纽 覆盖东南亚等主要城市 以其为中心的旅游业 向外辐射至亚洲亿万市场 新加坡的国际货物吞吐量和人均GDP 都跻身世界前列 中国GDP世界第二 新加坡60%的货物进出量 与中国有关 换而言之 是华人确立了新加坡的地位 让新加坡变得更加繁荣 谁能想到原本资源贫乏 占地面积小 没有任何特点的新加坡 后来会成为文明侠儿的旅游城市 这些都要归功于新加坡人民的不懈努力 他们独辟蹊径的发展道路 使得新加坡在短短33年中 一跃为新兴向荣的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 成为著名的旅游圣地 如今 新加坡成长为亚洲的金融中心 大力发展高新科技产业 同时推进旅游业 酒店管理及新互联网技术等领域 注重多元化发展 对于外来人才培养和留学生计划 新加坡制定相关政策 积极处理留学生生学就业问题 完善福利机制 吸纳更多有志之士 根据全球金融指数排名 新加坡成为继伦敦 纽约和香港之后的经济大国 新加坡成为继续